大家好,今天有Andy在這裏 跟大家看回阿士,Andy你好 很久沒見,有一個星期 真的很久沒見,兩個禮拜,因為上次打風 難怪突然看到好像很掛念你 這個直落很嘻嘻 這個你講好像不是那麼好 如果你留下女兒講的話 你也不開胃 好,先補回人址 剛剛開始,正在259,881點 跌156點,成交有805億 今天早上的市場有些大事 好像是11點多鐘,就開始回落 現在跌85點,主要跌得比較多 9-68,約明,石約,669 之前那幾天有彈,例如開底撈 都會回落去 短期的升幅,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反彈好像是到位呢 然後上去的動力好像沒有什麼 是否要回落去呢 其實我在拍一組節目 我打算去254,000 我剛才說254,000 就是一個大家都看的位置 其實分析會說50天線 跟著也說是保力加頂 所以基本上那個位置是分水嶺 那一刻如果你說 坦白說,我之前23,000多的那些 如果在那裏買貨 我就說254,000應該是沽感一點 其實去到現在再上 我覺得下一個位要沽感一點 應該就是去到264,000的那些位置 我覺得應該是再沽感一點 我覺得今天是少量回吐 但不代表是會這麼快向下插著 因為那一件就是北水 北水昨天賣得很厲害 買得很厲害 還有牛紅證那裏 看到也很誇張 紅死紅還在 估極都有 估極都有這麼多紅新增 所以我覺得這樣不是很對勞 可能還要再夾多一下 所以我覺得今天是透透氣之後 再夾多一下 上去264,000的那些位置 我覺得那些位置可以再想一下 即是吃多一點 或者開一點點菇 我覺得那個位置會比較好一點 即是升多一點點 現在可能回落一點 應該還會有一棍上 當然直播率 我覺得如果Andy看錯 那哪個位置會看錯呢 我覺得如果他真的站 即兩天內都站不到 在25,800樓上 即現在是25,900多 即他現在跌多80點 那80點跌完之後 如果他再站不穩 那你就當我看錯了 即是兩天都站不穩 那個位置 那可能繼續下跌 就上不到26,400 那我覺得上完26,400 就可以開始沽 我的看法就是 應該是上多一棍才下跌 那大家看著 那當然 如果好像剛剛所說 如果一騎不上去 都要看一些落後一點的 痕子成份股 那會不會跟著 今天都是平安 對 今天都是騎平安 騎平安 之前平安很殘 今天都60% 那些內房都殘 是啊 其實全部都是炒一些殘的東西 上來 今天就非常好 看到阿里巴巴 這個不可以說非常好 因為可能有人收入貨 那阿里巴巴 可以的 我們是無敬禮 阿里巴巴就回來了 昨天升了9% 所以其實應該要回 所以就合理回調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回一點 再夾多棍子 就是這樣 二四昨天有十幾個% 後來未試都有回 回一點 也有10%的升幅 今天就 都回一點 其實這些股 會不會博一博呢 即二四一這樣 其實我覺得應該像是 分住吸納 我可以說 如果你說短期 剛才的短期 痕跡走勢 但如果你說長期 少少 其實有些人都會問 是否到了大底 即是否到了一個長期值得吸納的位 我自己覺得 長期吸納的位 應該差不多 我覺得如果再見 兩萬三千多 其實應該要買 是 應該分分鐘就到底 因為 我一開始就想著 美股可以下跌多些 是 誰知不下跌 誰知它真的跌了6-8% 去不到10%以上 就已經 上來了 即是縮減買債 那件事也好 或者什麼債息也好 那些 或者美國的 什麼債務上限 那些問題 全部好像沒有解決過 但是又 又上來了 所以我覺得 美國既然是這麼強勢 都沒有辦法看得到 港股太淡 所以現在兩萬三千多 我覺得 相對來說 就比較划算 如果我們用 2008年那條線 拉回一條線 給別人看 其實現在兩萬三千多 兩萬三千多 兩萬三千多 其實就是 零八年到現在的上升軌道 都仍然保持著 由零八年開始計 所以如果這樣看 可能開個月線圖 會比較長 會比較好 是 是 那你見到 還未縮到零八年 但是你見到 一一年 一六年 是 是 那你見到 零八年一直縮上來 其實你見到 心目中應該看到 一條 上升的橫線 你都看不到 我就畫出來 是 是 那你又看到 其實如果你拉得很 靚仔一點 你會發覺 兩萬三千六個位 應該是 應該是 到了一個底部 所以很多人都說 那個位置會不會是 見底 我看法就是 那個位置就算 那個位置就算 不見底 插一下心下去 都很快上回去 嗯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是去到那些位 大家分住 分住 現在當然升了 兩千多點 你調回一些 開始想 我覺得 就是 中場線 我覺得 是 看有沒有機會 落心一點 其實 都看得到一個底部 的而是 短期 如果這次 真的坐下去 第一板 有機會 入少許便宜房 短炒 都有數 現在給大家機會 大家已經 現在給大家機會 現在給大家機會 下跌了一點 下跌了二百點 下跌了二百點 今天早點 今天早點 很多朋友都有提 都要說一說 33333 買6666 50% 那單單單 就糟糕了 搞不定 和754 那 接下來 其實這個月 或者 月底開始 到11月 其實都有很多內房的海外債 美金高息債 到期 好像有兩天到期 是 但是 牽涉的那些都是 碧桂湖 花樣年 很多其實已經 拿了陸地 那些 都有一堆 會有少許問題出現 大家 就 小心點 如果有相關股票的話 自己 適時 可能要 減一減 給一遍 反而754很厲害 754 即是 賣不成的 賣不成 然後說 恆大還要賠錢 10億 雖然沒有錢賠 對 我覺得應該都是 你告得來都玩完了 對 告得來都玩完了 所以 但是 的確 整個754的系列 其實都 都幾厲害 我覺得 老闆都幾喜歡炒股條 跟許沙一樣都很喜歡炒股票 所以 你見到 由幾元 開始抽到二十幾元 其實都幾誇張 但是 他有沒有實力去買呢 當然之前 我跟你做節目的時候 都說過 其實他都是蛇吞醬 根本就 吞不到什麼 就算他吞這個666 我覺得666 應該算是最容易吞 但是 但始終666都是 都是媽媽的東西 放下來 讓他做物館 某程度上 可能你買了之後 其實 你也要看恆大的樓 究竟是被誰接手 是點奶了 所以 其實我覺得 而且他買的份量 又不是太多 只是打算拿一半 拿一半 你不是拿完 如果拿完的話 我覺得 這單雕有機會可以成功 但是如果他拿不完 所以 我們一開始就說 蛇吞醬 難一點 可以吃到 所以 結果都符合預期 都是做不到 而且 說真的 你買了一半 半天調 那剩下的 怎樣做呢 對 難道你說 跟恆大合資 搞什麼 跟碧桂園 不是一半 然後 又有第三個 走進來 沒有 如果拿了東西 其實 都是看一隻 七五四 都是繼續 再找項目放進去 都是這樣定數 他都要找東西放進去 才可以保持住 在這個位置 對 所以 他有這樣的 intention 大家就繼續留意著 七五四 看看會有什麼 搞 有人就問 3333 搏不搏得過 今天跌了12%左右 有 問於我的問題 第一 你本身都是賭仔 是啊 很技巧 你覺得做有沒有直播率 還是 都沒有 是嗎 我覺得最害怕 又再出消息 又不知誰買 又停牌 你就真的不知 真的不知什麼 反而我覺得 如果你要買 其他內房 可能會好些 是 其他一些 不是那麼充紅 或者比較大隻 你身分中選了一些 逼桂圓 那些 都相對來說 是好少少 你看到這樣 但當然他們的波幅性 就沒有那麼高 可能大家炒起來 不是那麼開心 不知一日沒有十多 十多個巴仙 覺得不開心 只有幾個巴仙 就覺得 都不知道玩過他做什麼 是 人生真是無聊 所以我覺得 其實不一定要選內房 所以 當然很多東西可以選的 但如果你說偏 一定要選內房 我就覺得 你還是選一些 沒有什麼機會 會停牌的東西 是 有機會停牌的 那些 你分分鐘贏 他十個巴仙 給你博中 明天升十個巴仙 周圍的 但是 後日停牌 那你又不知 怎麼猜出去 是嗎 所以 就變了 有機會變廢子 我覺得風險程度很高 是 相對安全一點 那當然 你說的 稍為健康的內房 都有衍生工具 那 自己找一下 有什麼工具 是適合自己去做的 那 那 今天就 看一看 一百一零 其實今早也提了 是時候沽 那 那 今早就做 跌了零點幾個巴仙 那下午回來 其實大概三百irsiniz 差不多 是時候了 E objections 1810 怎麼看 我看過 牠也是 監 Б 是到我心目中的位置 是十九個半 十九個四 事先有到ore、十九個半 但龍逼是去了 ef 零斧 恆招看法都說了,應該會回一回再升多一棍才會下跌 短線看法,很短線的 短線看法,如果這樣出的話 我覺得小米有機會會打一彈之後再再沽 我覺得你會再贏多一點 希望你在二十二個多的位置可以沽得到 不過我知道很多人都在高位賣了 所以我不敢說那麼多 可以的,我們沒問題,很開心 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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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沽 所以就應該要,如果你說有些朋友沽到多少 我覺得如果真的到十九個多,我覺得是值得買的 是,那要看範圍出去做 中間區間,其實都十多二百分之一 其實他都算是比較悶一點 如果你喜歡刺激一點,可能做美團會刺激一點 是,那美團就,今天會2.4%左右 但其實由低位一百八十多元 都彈了一百元上來,不要說,很快地上來 去到這些位置,之前的頂位是三百三十八 以你剛剛的推斷,即是未來會有一棍勾 可能三百元左右 三百元左右,頂位就不用看了 三百四十多元,就基本應該沒什麼可能 是的,大小不走 那十個百分之一左右的勝負 差不多了 即是三百至三一一這些位置 是的,大家留意一下 那一隻九八八 那馬雲就終於走出來了 去了船P 在這個情況下,昨天都彈了最高 最高有沒有十個百分之一 好像昨天都沒有 昨天有,差不多 接近十個百分之一 是的,今天回2個百分之一 還有一百七十二元 那是否看IPO價作為一個目標 還是 到了它了,如果IPO價 是的 一至一七五,到了它之前 但如果你說它好消息有出道 我現在找不到消息 因為它應該是說了 它好像做芯片 我沒記錯 是的,倚天 是的,它做芯片 旗下一間子公司做的 那就是想撼贏其他 那些什麼九八一 那些都不夠去砌 聽說 是的 所以就變了 其實可能說它的業務上 有些新發展 令到大家 但是你要留意 就是昨天它一出這個新聞之後 其實已經是最高位出的 是的 然後就下了 所以 我也是那句 我排除就是 其實它們說真的 如果炒這個消息的話 它可能是一百三十多 一百四十元開始賣 然後它們就炒到一百四十多元 然後就出這個 好的新聞 然後大家自己想 所以就變了 現階段我覺得 其實它 我當它由三百幾元的高位 開始回落 其實它是回得很厲害 如果用黃金比例去看的話 其實一七六是一個 叫做反彈的合理位 是的 但其實正常的反彈應該要去到二百元 嗯 才叫合理的 其實它一直都去不到 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它還是弱的 只是有一點反彈 但反彈不到位 所以我覺得 如果它 這一個禮拜 或者這兩個禮拜 不要多一點時間 如果是長期 都保留不到一百七十五元 或者一百七六元這個位 那你就應該要考慮 沽回它 但現在的現階段 我覺得它真的有機會 在八三元 就已經見底 所以我覺得 如果它真的落到八五元 其實就可能是中場線比較直撥 還有 還有 Monga 都賣了不少 原本賣得不是很多 就說它賣了很多 賣了很多 賣了很多 整副都是 是的 所以人家就二百多元 開始買起 所以其實 如果你是中場線的投資者 就是這些位 你其實就贏了它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搭配低低級 如果你說 但如果是八三元買的 那些朋友 我覺得這些位 短線可以食感一點 嗯 是 自己留意一下 當然也要看700 700 700幾乎是 那幾隻裡面 唯一一隻蛋 不太… 理想 是的 市場 如果要騎 其實去到這位 700 就是時候要動 不然你都很難 騎高多幾百地 突然間 因為其他弱一點 其實都有跟了一段 不過都… 你看到是… 是… 是差一點 這次的反彈裡面 其實它是算慢的 這次是爸爸最厲害 是的 嗯 然後我覺得是京東 是的 是的 那… 美團那些不差的東西 但是就… 恆順是… 真的相對比較弱 它只是… 由四百…四十幾元 彈道上去… 五百頭 五百頭 那… 所以我也覺得它 今次轉是… 有少少… 一般的 是的 因為我們一邊說的時候 然後那個指數一邊不停跌了 是啊 拖著要顧 是啊 希望剛才那位 剛才說二萬五千八 那位 先到一度 我希望今天是先到二萬五千八 那二萬五千八 到完之後 看看這兩天 會不會再加上 即是給多一個棍 再升上去 打一打高一點再沽下 是的 我希望是這樣 大家留意一下 那麼…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留言板那裡 留言 那麼… 我們大家一起討論一下股票 那… 回答一點點問題先 那麼… 它又說 咦… 如果選兩隻 700 還是3690去… 買貨 買進去好呢 買貨啊 是的 兩隻給 買貨的話 真是… 嗯… 我會覺得是… 那隻3690會多人玩一點 嗯… 是的 多人玩一點 就是波幅性比較重一點 所以如果見到它有大針回落的話 賣3690可能會快點彈 比騰訊快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偏向會喜歡這個美團多過騰訊 這段時間美團的Turnover其實都跟騰訊差不多 拍得住有時候好像這樣 現在都比騰訊更厲害 資金明顯自己選了 比較容易動 可以留意一下 1725 回了8%左右 他又回了很多 走勢怎麼看 沒有什麼 最主要是這些位置就幫助 因為始終都是賣學 又有中海航天的人 其實很多東西已經放在這裏 放在這裏 這些位置這樣賣下來 賣的殼都可以在那裏一段時間 有一個比較大的回調 你當作買入的機會 都是分著賣 你覺得他會不會有些動作出來 1725 有的 但之前的股市 有什麼動作可以做 你都放在這裏 但他所有之前的鋪牌 其實已經向某方向發展 很難會突然間說 當你買一隻鋪 本身已經是一個選擇 對一個鋪主來說 做得那個方向 亦都是 我不會突然間買菜 走去做火箭 走去走去 整件事就不會停 我自己覺得 正常的一些股票操作 寫了一個劇本 開了一波就要走去 因為我看到他那些 是不是舊底股東在那裏減持 舊底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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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那些什麼 呂曼興 是不是舊底股東 就是是不是 他買光了 應該賣光了 因為如果是減的話 其實你見到 托都沒有用 即是如果有的話 那你都會載下去 那又沒有 那麼 看看這些 保持守貨 另外就是問 2346 聲譽控股 現在做2.29 那怎樣看 2346 其實之前 他扯到5元那裏 走下來 那 你說他特別大的 沽壓 又不是他沽得很快 我覺得是一個症瘡 那 看看有沒有機會 低些位去 去 入手貨 打 那 當然了 跌定了 沒有一個更加 即 向下的走勢 沒有一個 怎麼說 不是這樣壓下去 的時候 你就 作入場環 那你沒有需要跟著一起跌 那 這個可以第一留言 好像 10月8號才出了配股news 是啊 是啊 又來 我配過 配過 收完錢 搞完 公司都是要錢的 是 那我配得的話 繼續配吧 那大家自己計算一下 真的要 就讓你炒 那大家看看 那配完之後 會不會炒 那當然 跟實一點的價錢 這些股票是比較錯的 那自己看回自己的註碼和風險 1772 那 五風利業 現在還有146.5元 跌了3% 其實都是跟電池車回一回 那 但是走勢 也是 跟著十天四現以上 慢慢爬上去 之前低位130元 這隻怎麼看 其實這隻 大家經常跟他一起看 我都是說他經常跟一一一一看 但一二一一就比他更好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也好 怎樣看也好 因為一二一一條龍服務 始終有些東西落地 但是 我想1772 其實之前出了很多新聞 好消息 終於說 米 收購 或者是他的業績 其實做得好 他應該已經出了好消息 給我感覺上 而且他的業務是非常單一的 所以 變成 在我的感覺上 我就覺得 他已經升到很貴 因為他升到 我之前也說 他升到之前 去到一百百多元的位置 可能去到九十倍PE 所以 其實現在就算回回來 都是七十幾倍 我覺得都不是便宜的 所以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你說哪要選一七七二的話 不如你先買一二一一 你也是想買新能源 車的概念 但是 他就會 跑輸一二一一 反而一二一一 就跟著Tesla 不斷去 你看到Tesla 最近就 升到瘋了 升到瘋了 Elon Musk 很開心 做了首富 對 做了首富 而且 他就看著Bitcoin 這樣上升 Tesla 加Bitcoin 已經是兩條龍 已經瘋了 但一二一一 我們中國版本 都很跟 所以你看到 中國版一二一一 我覺得是跟著 世上的 我也是覺得他貴的 但一二一一一 但見過世上 仍然存在 你都沒有辦法 繼續為族支持 大家都是 即是基金也好 他們繼續追捧 看到資金仍然衝進去 你無謂做他的對手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要選一七七二 不如選一二一 或者之前說的 一些上游的板塊 即是 新能源車是最下游的 即是 即是製成品 即是有車駕駛 但有些東西是上游的 上游的 我覺得那些 可能會比 一些東西升得更快 或者1772升得更快 例如 甚麼呢 例如 我會說 英恆 英恆科技1760 1760 我看到有兜底的情況出現 嗯 你之前介紹過 是的 之前提過 7月尾 7月中 7月尾 那段時間 即是那棍 升到上六個幾 後來市場又繼續倒閉 而且 如果這些股票 勢頭不對勁 你見到他突然有幾支陰燭 就應該要走人 但你見到他 如果拉長一點圖 你會發覺 4元的位置 是在那個位置橫行 嗯 簡單來說 那個位置應該有很多支持 相信大家 一按摩圖 就已經懂得看 低位在哪個位置 那些位置 簡單來說 不能穿 但如果那個位置 穿了 你就走 但如果不穿的話 你就變成4元 每逢去到4元 就好像是一個位置 給大家去做買入 你看到4元 一夜就抽了4.7元 最近又回落一點 今天又再上升 一點點 我依然在看 他的自動駕駛系統 其實那個試行率 PE其實是20倍左右 如果是預測的話 所以現在他看上去是40 但實際上應該是20多一點 所以我覺得正常的 新能源車去到40多倍PE 你沒有理由這個 可以說是有些接近這個行業的東西 沒有理由試行率那麼差 所以我自己看 覺得他應該是可以上去6元 甚至乎是7元 但當然要給他一點時間 看看會不會有這件事發生 現在的現價 我覺得就不是太差 都是在挖在4.5元 如果真的可以接近4元 我覺得可能會給大家機會 是 看看Range炒 另外有文質2380 中國跌領3.4元 之前那位是4.7元 然後整隊都回落一點 3.5元左右 其實都要站領了 這個位置可不可以跌進去 還是要看一看 這支我跟Vivian做節目 是2元 是 那時推到現在已經是4元 我在其他台或其他節目上 我都有講過 早一兩三個禮拜前 都講過 小心點電力股 因為中國出了限電問題 限電問題 現在解決了尾 其實是沒有的 大家要留意 其實都是 某些公司的火電成分比較重 例如2380 或者華洋電力 都是836 都是一樣的 火電成分仍有 變成 其實如果煤價 雖然每天都有新聞出來 打壓煤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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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打來打去 煤價都是 跌完又上回 跌完又上回 你保持煤價向上 火電那些 基本上 你就預測到 它的盈利做不到 或者甚至乎要倒退 蝕了 所以公司上 我建議選擇 基本上全部 在新能源範疇 可能是 風電 或者光復 或者我早前做節目說 垃圾發電 或者水力發電 那類 我覺得會看過一線 如果火電有佔比 我覺得這些公司 可能要先回避一下 所以 你問我2380 或者836 我都會覺得 最近就 反反覆覆 但是 你見今天跌幾個百分比 可能明天又升幾個百分比 後日又跌幾個百分比 那你就像炒幫覆 那樣 就不會說 一個 很大的升幅 如果你說 現在2380 買 那你看多少 那你問自己 那你會不會看 四個半 那我覺得 可能性 不是那麽大 那你說 你看 3.4 3.6 7 那我覺得 有機會 但是 我會看 它是一個波幅 而不是一個星視 它已經跌穿了 那個 上升的軌道 這樣 要選 就選一些 新能源 佔比 比較重 的 例如哪些 你會看到圖 你現在看著 2380 你會覺得 看到圖 你可以看回 一些 譬如 1811 或者 1798 這樣 你會記得到 它們仍是保持著 在 上升的軌道 它們不是跌了一下下來 它們仍是保持著向上 你會記得到 因為它們的 清潔能源佔比重 所以它們沒有那一刻 會落得那麼深 然後就在那裏橫行 所以大家就 小心一點 反而我覺得 可以想回 這一類的股票 會好些 嗯 剛剛說的整個版塊 或者 有沒有一些 upcoming 的版塊 你會覺得 可以 開始留意一下 接下來有些 倍升的機會 其實倍升 我覺得 最近有些難度 不過 例如 現在也會看回 一七九九 一七九九 這幾天都做得不錯 今天就回回一點 現在 你會見到 美國那一隻DQ 大全都有升 另外 如果 煤價 不限 限得厲害 煤價 限它的升幅 其實 對於一些公司 即是 原材料公司 它們製造的東西 譬如 都會有好些 起碼可以 保證到它自己的功課 充足 所以 為何 最近 煤價一跌 這些公司 就會升上來 原因 就是 我覺得 而另外 剛才也說 最近 倍升 我覺得 細價股 可能會有機會 但大價的 未必會考慮倍升 可能就是 考慮 短打為主 剛才說的 例如 煤的公司 都可能是 短打 反而 反而 其實我也有留意過一些 叫做 垃圾發電的公司 這些 我覺得都 叫做 不錯的 因為光伏 或者風電 這些 大家比較熟悉 但可能 譬如 三四線 做發電的行業 可能大家都會 未必去看 譬如 水力發電 或者是 垃圾發電 或者是 但是 我發覺 光大都幾多 做這些 例如 之前都說 257 或者 1857 這些 全部都是光大 系 我看到 其實 你會看到 它們 升完幾棍 然後又下幾棍 然後又升幾棍 然後又下幾棍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嘗試 好像 類似炒波幅 就是 看到它 一升 可能 一大跌 可能 你會 少少 然後 突然間 有一天又出新聞 說話 立即又爆發 你又可以 低位又賣 即是 可以做一些來回操作 我覺得 這一類的事情 暫時可以這樣做 明白 有人問 2269 去到這位 可否入 還是 其實 還要觀望 之前 比較低位 就做到 104 105 左右 現在做了112 今天就回了4% 其實 都看到 是 維持著 跟著 由十天線慢慢 又向下走回 那 269 怎麼看呢 269 始終都是最大隻 醫藥的股票 在我感覺上 在香港的板塊上面 這一類的股票 我覺得都可以 慢慢 在低位 慢慢吸 當然最好的位置 我覺得是 100元 在樓下 但是 沒有什麼 怎麼看過 最高 最低 跌到99 所以 其實 暫時 還在下降的軌道 走 這一輪 我希望 可以低一點 但是 如果有課 的朋友 當然想他高一點 我覺得 其實 去到100元 附近 相對比較便宜 這些股票 都可以留意中場線 現在都屬於一個 在一個密集區走 在120元至120元 至120元 這些位置走 希望去到100元多 你可以有些位置去做 如果它上升的話 其實就會大動整個 醫療的板塊 都會升 但最近 整個醫療的板塊 都比較靜 是的 比較靜 今天出了一個新股 是 微創機械人 252元 入場費 兩雞二左右 開始招育 這隻 怎樣看 我未有看它的 詳細看 看看 其實它 Cornstone有51% Cornstone有很厲害 是的 微創 你預算是大把人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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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箭人 就是 武漢大通 還有 中金 那 兩間一起做 寶箭人 那 那 不過都預算這隻 會 齊齊 即是 怎樣都搞得 那一定搞得 不過應該都幾多這些 即是 類似的東西 會出來 是的 所以其實 如果要選 的話 都要選一些 阿頭 大家要留意一下 它是否一個 我未看完 總之 它應該都是屬於 比較大隻的 嗯 所以我覺得 就穩定程度 會OK過其他 因為其他小隻的 那些 就未必是 那麼多的認受性 嗯 所以這一隻 但是今天你看到 微創也是 正在 搭配 即是 白文三 都仍在搭配 那圖來講 都覺得 有點噁心 所以就 如果你說 微創 現在的現階段 可能 如果它手找到 四十元 這樣 你可以買回少少 但是 但是 不要這麼重 也未見到 一個升幅 是 未見到一個升幅 所以我看到 如果它搭配上來 我覺得反而 反而可以想一下 是 但是今天它竟然出 這個新招股 但是 但是 但是反而跌 我覺得 其實都是一般般 是 所以就 等待一下 我覺得 沒有市場氣氛 其實 即是 就算見到 今天了 市場回了 一回其實又全靜 是 人們的反應很快 是 早兩天是否很高興 昨天很高興 昨天很高興 是 哇 升升升升 每個人都股神 兩萬七 兩萬八 真的是 吃機 dapp 大家 小心點 這些市場 其實 新手是要快的 真的 都是 都是要快的 不過 一向都要快的 了 就 自己小心點 有人問 750 水化輕業 現在 2.3號 3 跌6% 其實都很 很難 這陣子的 新型股 其實已經算不太低了 其實就是 剛才都說了 譬如水力發電 或者工 這次我比較少看 但是 現在都 我覺得是個主題 是 譬如你做一些工業服務 這一類的話 我覺得其實都 剛剛正正 就是這一輪 應該是要 保持 接下來大陸 是很冷 是啊 冷到 所以 冷到零度 今天好像看到新聞 不知道有個高層 叫個空姐 由零度 穿得很單薄 不知道在外面 罰她站 還是什麼 他跟空姐有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 但是總之 有人發了一段 新聞 我還未看 但是總之 就是說 國內領導 但是他們 又要懲罰 那些 懲罰員工 有高層 要人家穿得很單薄 在領導外 不知道 要罰企 是的 有幾單薄 我現在有點興趣 我不知道 待會給你看 待會給你看 那個新聞 然後 總之 我覺得 在那個 什麼煤炭 或者現在的煤價 這麼高 情況下 其實某程度 這些股票 又會上升 而且好像 波斯登的那些 都會上升 我先說說 750 我覺得 所以 為何說 這個氣氛正好 所以你說這些股票 我會覺得 有機會 突然間 會上升 應該要吃糊 因為這些小的東西 是突然間 然後 你便要等它 再回落幾棍 然後你再買回來 你看到 這個圖案都是這樣 所以這隻 我覺得 你可以這樣去看 這個股票 應該沒有貨 是的 找位去買 又是997 做入不入德國 現在做6毫6 那 正在升 11.5% 又升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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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如果你沒有貨 那你都很完美地 錯過了這隻股票 去到這位 入不入 我覺得 最後一升 我自己的目標 是1元左右 如果你沒有貨 就自己想想 因為我們 入價都相對來說 真的比較划 不知道 那自己考慮一下 那 都沒有什麼 有評論 另外 還有什麼股票 英鎊升得 英鎊是這樣入的 是的 你看看市格數很齊 英鎊 英鎊結好 浪斯及加上92% 然後富途是這麼高 是的 富途因為很多街貨 在富途上浪取 其實都有街貨 幾個% 你升了兩個人 後來慢慢購買 那就購買街貨 緝齊便走 即是現在 8%左右 被你買了 那 7億市值 現在5億多 5億多 5億多 現在多少 7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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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未5千萬錢 是的 數得了 但是你買到1千萬錢 已經又不知飛去哪裡 這些股票 一千萬錢 今天一千萬錢 就升十幾個% 明天一千萬錢 又升十幾個% 這些股票是這樣 人家這麼齊 不是在這個位置 是沽散自己 這麼齊是有原因的 是 是 也不多 一碟三幾 開始升起 沒有什麼定義 做可以看 所以我做覺得是OK 當然 大家的位置不同 自己又看自己的成熟能力 另外 611 都做得很英俊 那 升了十三個% 左右 還有1.02 這隻 是啊 怎麼看 這隻我真的沒有看很久 但是他有做核能 是啊 我就是見到你剛剛數過一堆 這隻 都是升得很漂亮 市值 正是甚麼 Capsy 十三億左右 這隻我又反而真的 它其實是說是核能 但是是否真的做核能 好像不是 它發電佔很少 設計 工程採舊 做起 相關的東西 是啊 它發電佔兩成多 是啊 其實它的核能 真的不知道哪裏是合法的 科技 它是核能科技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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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沒有怎樣研究它 所以我不太知道 但是在這裏 好像先看看是否放火光 611 是 很久之前看的 我記得 17年18年才看過 哇 我覺得不齊貨 對 不齊貨 大家自己小心一點 我覺得就不知升多少 自己看目標 到價 是啊 好 有問題 1263 Tartland Bitcoin 對 Bitcoin相關 4% 活躍 8.79 Bitcoin繼續在行 這些相關的 相關概念 去到這裏 其實之前高位 其實沽了一陣下來 任何位沽都有錢賺 除了你 如果你現在買入的話 就另外一件事 是 可不可以進去 進去是駁去 駁去再走上去 我不知道 但是這裏 其實都 我覺得都炒得幾盡 這裏 反而我剛好知道 11月 有一隻IPO上 就是做一些Poketmon Card 的代理 哦 之前有一隻都是做相關的東西 即是Gaming 你覺得 是的 我覺得挺搞笑的 即是 接下來他會做一些 叫做Card Grading 就是引入了這個 Bitcoin的概念 就是NFT NFT 就是將那些卡 即是 他本身的遊戲卡 就幫你鑑定它 是不是正版 是的 我心想 現在這麼厲害 去到原來 鑽石就要鑑定一下 金也要鑑定一下 還有什麼鑑定一下 油不用鑑定 因為再做些什麼鑑定 油 油不用鑑定 油不用鑑定 我好像沒怎麼聽 油有什麼鑑定 關了油 還是石油 那些 油不用鑑定 不是那些油 不是在身上鑑定 難解 那些鑑定 很多東西都要鑑定 通常是很值錢的鑑定 但現在這些卡都要鑑定 這些卡都要鑑定 這些卡很值錢 對 後來才說 這些卡很值錢 我昨天才發覺 才想知識 原來那些遊戲鑑定 那些什麼青眼白龍 那些 那些 的卡 原來80元 可以賣到八千幾萬 八千幾萬 對 很瘋 我心想跟余文樂 Fishman 那個 NFT 他聲稱 將這張卡 可以幫你鑑定 鑑定服務 可以收錢 收完錢之後 幫你Tokenize 變成NFT 接著 就把手地獎卡放在他那裡 傳放 他就給你 LFT Token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 在那裡做 Trader 我便覺得 這東西厲害 厲害 沒有本身來 對 沒有本身來 所以我就覺得 太厲害了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可能 又會有這些 Hit 東西出 我也希望如果 將來有些 多些Bitcoin 或者幣的東西 放到去 上市公司 就應該會有多些 嘲諷 其實現在都多 其實 你在說 美圖 做那些 都不是 1909 那些 其實很多隻都有 開始多 只不過是 將實物變賭場 在某程度 任何東西 當然 不是任何 但是 類任何東西 都可以做 很多IP 尤其是 將Leo哥 變成Token 就可以上網出 還有 將它 拆開幾十個月 每人一份 那位女生說 我那刻上已經Bit了Leo回來 那個大給我 還未出現 那個大給你 喂狗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真的 可以這樣說 很快 Crypto 又好 你說Block Chain 的技術 開始的應用 越來越大眾化 可以這樣說 甚至早兩年 就在 芝加哥 就有期貨 現在的ETF 繼續下去 其實就是監管的合法化 這件事 真的 我覺得是 開始是確定了 Bitcoin 或者 Crypto 或者Portrain 的 的 大家 要了解多一點 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正的 有什麼問題 要回答我們 沒有啊 其實可以不回答問題 是啊 因為市場比較悶 反而突然看到一些正的東西 好像有些少的正的東西 是 什麼號碼 6668 6668 今早看 打算他都升幾個百分比 現在正在升九個幾個百分比 十個百分比 這隻 這隻厲害 他突然間又出了一個新聞 說 就是這個 就是 有些關聯交易 這樣 就將他兩年那個上下下 提升到四億多 是 那就是 說的是 應該是那個 他的務公司應該有 擠一些東西下去 是 所以變了 就是塞一些業務下去 如果他這樣看的話 其實美國施營 即他擠到四億多的業務 其實他 現在的東西就好像 四十億 是 所以其實就相對而言 又不是很貴 但是你看到盤又很疏 這個就是那個擔心位 是 但是 如果你說家公司的中場涉發指 我覺得這家公司的中場涉發指 看上去 都挺不錯 是 就是 他都 但是他就慎房 他也是這樣 升完一陣之後 然後又下來 但是你看到 他又去回三五幾這些位 又是 足足的低位 這樣 是 可能會不會就是 逢親見三五幾 你就自己 想想 是啊 這些都是炒Range 大家去留意一下 那麼 答多兩條問題 差不多 時間太好了 1091 南方萬葉 他 今天是否問過 1.4.5有貨 是否應該止蝕呢 現在跌了3% 做1.3毫 之前晚價狂升的時候 其實都跟大家 大家保持更新的 炒了一段 之後就 繼續回 亦都見到 很多主動的高倍 慢慢滲出了 所以 其實現在 就比較散 一些 那 前後 底 都彈了幾棍 那 一個 1.5 左右 升了差不多 這個位置 還有沒有直播率 是 我不認識 是 是 看看 先 我覺得 沒有 如果 一個 十五半 你看到 可以看到 一兩天 如果 一回 你就先走 然後 可能會穿底 這些走勢 都是爬了上去 走樓梯走下來 跟一隻 189 一樣 189 對 都差不多的東西 走勢都累 自己小心點 石油 1093 回4% 他問 可不可以買 其實 我覺得 1093 跌得有點誇張 真的 我覺得 這個位置 其實是由 你如果拉一個 由 19年到現在 其實 又是一個 上升軌道的 突突位 所以 我覺得 某程度上 已經是連跌了 1 2 3 4 連跌了五個月 我覺得 相對是非常便宜的 亦都在 8.5 這個位置 是 不錯的 我覺得 當然 如果他真的穿8.5 可能7.3 7.4 那些位置 但這個位置 可以叫 短線直播 如果真的再跌到5-10% 你就走人 但這個位置 我覺得中長線可能是一個不錯的位置 因為 他已經跌了五個月 基本上 沒有見過 他跌這麼多 除了在 18年的時候 大嵐市 曾經跌過七個月 是 是 連跌七個月 那時候 那時候 連跌七個月 之後 都沒有什麼 試過 這樣連跌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沒有貨 其實現階段 已經是 相對比較便宜 但是 沒有勢 沒有勢 是升的勢 所以 我覺得 你會少去思考 剛剛 Liu 都畫了一條線 出來給大家 這條線 由19年到現在 正常 不可以再下跌 是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報仁值先 25,895 那 243 剩下 885億 好 多謝Andy 今天說股票 哪裏有持有 沒有 沒有持有 好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見 今天差不多了 拜拜 好 拜拜